Economics Business Money 今天我们学习第四部分 叫借钱与赚钱 有喜欢听英文的 那么请搜索 长荣少年商学院金融课 英文版 就可以听到用英文来讲解 这部分内容的视频 这里用中文来讲解 是便于他讲好和理解英文版 好 开始我们今天的课 你是否曾想买一些东西买不起 你是否曾想买一些 你自己买不起的东西 这个问题有两种常见的解决办法 一个是赚钱购买 另外是借钱购买 可以用了毛生的工作 有很多种 不管工资多少 这些工作都可以给你带来收入 但即使是那些能赚很多钱的人 他们偶尔也不得不借钱 如果没有贷款 很多事情就无法实现 比如买房子或者是创业 自力更生 如果你还是个孩子 你可能会收到零用钱 当你长大了 就需要找一份工作来挣钱 有些工作是很常见的 比如说 教授公共汽车司机 有些工作是不常见的 比如说 一个三明治工厂 试吃三明治的工人 还有呢 猫主人 帮助猫主人训练 他的猫 让他们更听话 对教师 公共汽车司机 三明治品尝师 和宠物训练师来说 他们安排自己的工作方式 不止一种 例如呢 凯拉是一家宠物训养公司的员工 他每个月都得到一份约定的 数额的薪水 只要他为雇主工作 他就一定能拿到钱 他每年都有一些带薪假期 但每个星期都有 都要工作相同的时间 另外一个宠物训养师 尼克是个个体经营者 或者说自由 职业者 人们 付给他钱 让他临时照顾他们的猫 他每个月的收入 不一样 这取决于 他做了多少工作 他必须自己寻找客户 收入没有保证 他可以注册 设立企业 并招聘员工 为他工作 他没有带薪休假 但是可以决定自己 休息或工作的时间 找工作 大多数人都想找一份 能让他们衣食无忧的工作 但这并非人们找工作 唯一的考虑因素 比如 你喜欢旅行 所以可以当一名空姐 每周都去世界不同的地方 还能得到报酬 这非常棒 还有一名呢 是自由职业的网站设计师 接受过程序员培训 有相应的技能 作为一个自由职业者 他可以抽出时间 去接孩子和放学 还有一名是雄心勃勃的政治家 想找一份 能够改善国家治理方式的工作 在开始一份工作之前 雇员和雇主 必须就工作内容达成一致 他们通常会签订一份劳动合同 以此表明 他们对这一安排感到满意 如果你认为 合同中的条款不合理 你可以通过谈判协商 为自己争取利益 高薪 低薪 不管公平与否 有些人的工资 就是比其他人高 例如顶级足球运动员的工资 通常比蔬菜 菜能高得多 这取决于一个人技能的稀缺程度 与需要该技能的雇主数量 之比 也就是说 该技能的供给与需求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的薪水水平 因为好的足球运动员很少 而球队又分别想争夺球员 所以他们给出的工资比较高 但是菜农没有太好的技能 太高的技能 有很多人可以干的一个菜农 想干菜农的人有很多 所以就成了菜农们去争取雇主 这样雇主给出的钱就低 这跟商品的市场需求是一样的 最低工资 为了保护工人的利益 许多国家政府规定了 雇主给雇员支付的工资 不能低于一定数 也就是所谓的最低工资 在食品和衣服等 基本生活用品价格低廉的国家 最低工资往往更低 例如在以色列 一个面包的价格是2.17美金 在阿尔巴尼亚一个面包的价格是0.64美金 所以以色列的最低工资每个月是1446美金 在阿尔里吉利亚 每个月的最低工资是212美金 根据食品和服装的生活用品的价格低廉程度有关系 所谓最低工资就是保证你能够吃上饭 经济学家和政客们 对于最低工资在保护公民权益方面的实际效果 往往是不同意见 为了吸引更优秀的员工 许多雇主支付的工资会高于最低工资 但有时员工为了获得更高的工资 不得不努力争取 以下是他们采取的一些办法 每个人资金紧缺的情况不同 实用的借钱方法也有所不同 那么可以通过许多方式 从银行或贷款公司来借钱 如果某人在买得起某物之前提前消费 他可能会使用信用卡 原理是信用卡公司或银行为你付款 你晚些时候还给他们 通常是在60天之内 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什么呢 比如说圣诞节马上到了 我要去买礼物 但要到月底发了工资 我才有钱 所以可以透支他的信用卡 先从信用卡里借上钱 然后60天内开资的时候再偿还 如果你不按时还款 银行和信用卡公司会收取利息 那样你所欠的金额就会增加 许多银行允许人们 支出的钱超过他们的账户余额 这就是透支 透支的费用 人们必须连本带利偿还 一些银行账户 尤其是学生的银行账户 可以无息透支 但透支额度往往是有上限的 大额贷款 我们刚才讲了一些小额的贷款 大额贷款呢 想象一下 如果两个人偶然发现一个 无人使用的巨大的空仓库 他们呢 临机一动 想在这个大的空仓库里 开个巧克力加工厂 但是呢 他们的银行账户里 没有足够的钱用来租厂房 购买巧克力 制造机器和支付员工工资 因此 他们必须向银行 或者贷款公司申请贷款 贷款人通常会审查一下 借款人是否有能力偿还 本金和利息 银行会审查你 看你能不能偿还 如果贷款人同意放款 同意借给你款 叫放款 借款人和贷款人 必须签订一份合同 合同将说明什么呢 借款人借多少钱 借款人还款的最后期限 借款人要 贷款人要收取的多少利息 如果没有钱偿还 人们有时会用自己的个人物品赔偿给 贷款人 这叫抵押支付 有的人贷款买了房 后来偿还不了了 失业了 他的房子就要被银行没收 然后呢 他的所有物品都被拍卖 我们很快要出台 个人破产法 个人破产了之后 可以申请破产 那样会把他的房子和物品 家里东西都卖 然后偿还债务 最后还不上的 也就算了 叫个人破产法 为资金付款 当我们借钱时 通常必须支付利息 利息的数额取决于利率 利息的数额与借款数额的比率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假设你想买一手 一辆二手的房车 那么需要十万元 所以呢 你必须申请贷款 假设有一家银行 向你提供了十万元贷款 他们要在一年内分期偿还 并且呢 他们需要盈利 所以他们要收取5%的利息 那利息是多少呢 就是十万乘以5% 就是5000元的利息 这个是 大叔你要偿还 银行多少钱呢 就是十万元 还要加上利息5000 这样 10万05000 这个就是他要偿还的 所有金额 还清贷款 包括利息之后 借款人才能拥有 他所购买物品的所有权 但在此之前 他只是使用钱 那个时候 这个车还不属于他的 确切的说 那个车 那个时候属于银行的 如果还不清的话 银行就会把车收走 一年之后 如果他还清了这笔贷款 那么这个房车就属于他的 长还贷款 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部分原因是 某些贷款 如购房贷款的金额很大 此外 银行也喜欢人们 申请长期贷款 定期长还的长期贷款 意味着银行会有 稳定的资金流入 不断增加的利息 大多数人通常按月 偿还贷款 其中每次都要还一点利息 如果月期或旺季还还 有时候会欠下比贷款 初期更多的钱 这是因为借款人必须偿还 上面 偿付的利息 形成了新利息 如果每个月都不偿还 利息就会越来越多 这个很像是滚雪球 滚得越远 雪球就越大 如果滚雪球的时间太长 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 借款人最终会欠下巨额债务 但是福利也可以是变成一件好事情 大多数的储蓄账户都会向储户支付福利 如果你把钱存在一个储蓄账户里 不取出来 你的存款会通过利滚利逐年增加 德国的科学家和思想家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这样看待福利 懂得他的人 可以利用他赚钱 不懂他的人 得为他付钱 信用评级 大多数银行和贷款公司 不会随便批准贷款申请 因为有些人可能不会把钱还回来 贷款人会使用一个叫信用评级的评分系统 来评估贷款人给某人的风险 给某人贷款的风险有多大 这个流程大概就是 假设你去找银行贷款 他要看你以前是否贷过款 如果贷过了 而且又都按时按息的付款了 偿还清楚了 那么他你的信用呢 就是一个高分 就容易给你贷款 如果查到了你以前贷过款 而没有呢 按照合同 首约 偿还 本金和利息 那么你的信用就是低分 银行就会拒绝给你贷款 所以呢 随着大数据的技术的成熟 我们呢 会建立一个社会的评估体系 这样每个人呢 都有一个评估分数 这样便于呢 银行或者 借款人 根据评估体系 来决定是否给你贷款 银行支持呢 信用评级 因为这个系统有助于 他们确定贷款对象 但有些人反对这个系统 因为它使得富人更加容易 获得更多的钱 而穷人更难 穷人经常会失约 因为他 比如他的房屋贷款 很长时间 他中间失业了 他没有按时还 这个时候就很危险了 他的评级分数就很低 而越有钱的人 他们总是能够按时偿还 所以银行更喜欢这样 如果呢 穷人还不上 这个贷款 那他可能去借高利贷 高利贷呢 就是高利息 或者是有压力 或者是 如果是去借高利贷了 他就会有非常大的压力 如果他偿还不了高利贷的钱 高利贷就会上他家去威胁他 管理债务 人们在借钱后 通常会想办法把钱还清 但是每个人都有可能发生意外的 想不到 意想不到的事情 有时债务也会急剧增加 导致失控 然而即使债务开始让人感到难以管理 依然有办法来解决 如果一个人 擂台高柱 又无能力去偿还 他可能申请破产 这样他不能偿还的债务就会被免除 这是最后的办法 因为虽然这样做可以减轻一些压力 但人们通常还是必须尽他们所能 用抵抵押品来偿还债务 破产会限制债务人未来的贷款额度 在某些地方 他甚至会限制债务人所能从事的工作 非法收入 不管爬债务还是偷税 金钱往往是一起犯罪活动的核心 下面呢 有一些窃取钱财的一些例子 第一个是盗窃 盗窃是指呢 在未经他人允许的情况下拿走他人的东西 有时会使用武力 比如抢劫银行 最后呢 结果呢 就会把这些人抓到监狱 还有一种呢 是诈骗 诈骗是指通过欺骗手段 得到别人的钱 或者使用非法占有的钱 比如说挪用公款啊 贪污啊 还有洗钱呢 洗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非法的钱看上去变成合法收入的钱 还有一个网络钓鱼 是指通过发虚假的网页连接获取金钱或敏感的信息 比如人们的银行账户 比如说2017年 加拿大一所大学的职工收到了电子邮件 称息债权人 一家公司有了新的银行账户 他们呢 向该银行账户支付了超过800万的美元 结果发现这个账户属于骗子 而不是一家真正的公司 银行卡诈骗 是指非法获得并使用他人的借记卡或信用卡来取钱 或将他们的银行卡信息出售给他人 2007年 伦敦两名男子在自动贵员机旁边安装了隐形的摄像头 窃取了使用自动会员机的人的银行卡 详细信息 包括他们的密码 他们成功收集到了超过19000人的详细资料 然后他们呢 在一家工厂伪造了信用卡 用他来取提取现金和购买东西 他们一共偷了2000万美元 最后等待他们的就是监狱 因为我们现在呢 越来越多的支付是在网络上完成的 所以网络资金的安全变得越来越重要 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欺骗诈骗和盗窃 而且在网络中也时有发生 因此在网络购物或分享信息的时候一定要谨慎 商家在网上引用你花钱的一些方法 下面呢 这些是一些这样的方法 免费试用 许多网站和应用程序 会让你免费试用他们的产品和服务 免费试用结束后 商家往往会帮你自动续备 虚拟货币 当你在游戏世界里使用虚拟货币购买商品时 有时实际上花费的是真实的货币 昂贵的附加条件 某些游戏和应用程序在一定程度上是免费的 但是如果你想达到一个新的级别 或者获得某些功能 则需要付费 像这样诱使你 过度消费的做法也许不厚的 但并不违法 然而通过欺骗手段 让你分享个人信息是违法的 比如网络钓鱼犯罪分子可以通过这种手段 冒充你花你的钱 下面是他们才可能采取的一些形式 冒牌的官网网站 黑客可以创造 创建一个和官网网站一样的网站 用来骗取人们的登录信息和信用卡的信息 可疑的网站 一个无法识别的网页地址 它会索取个人信息 还有一些弹出窗口 比如说丰厚大奖 恭喜你你中奖了 请点击下面确认领取奖品 点击此处的确定将导致有害软件下载 留言中的连接 短信或电子邮件中的连接 可能会引导你访问一个 需要输入个人详细信息的网页 安全提示 当然 并非所有连接和弹出窗口都是恶意的 有时我们很难鉴别 以下是一些避免被骗的技巧 如果需要必须在游戏中输入密码 那可能会产生默认消费 所以要先停下来想一想 不要点击陌生人发来的连接和福建 如果你认为你的个人信息 已经被窃取或者泄密 你应该向别人求助帮助 你需要更改密码 如果钱已经被从账户中取走 你应该立即联系银行 再一个设置高强度的密码 并定期更改 你可以用一个容易记住的 短语的字母手 建密码 就是你的密码 最好有大写字母小写字母 还有数字 这样混合在一起 不容易被破解 养成不轻易分享个人信息的习惯 如果有人向你提供 好的令人难以自信的交易 大奖或机会 那很可能是撒骗 别着急慢慢来 如果有人催你 匆忙做决定和消费 这也许不是一件好事 这一节我们就讲完了 有喜欢听英文的 请搜索 长荣少年商学院金融课 英文版 是由他用英文来讲解 这部分内容的视频 电话 商业 商业 费 费 费 商业